那對於境外跟邊境的管理 那在邊境的部分 只要是非法的產品 我們就會阻絕於境外 所以對於像這些 含有添加蘇丹色素的產品 這些辣椒粉 會無限期的禁止 這些境外的製造廠 或出口商的輸入 那另外也會禁止 這個輸入業者 再次的輸入 這類的產品